《電流磁效應》 《電流磁效應》 那電流磁效應老師把它歸納成三種題型 同學要很清楚地一看到題目就知道說 它題目到底是要考你什麼觀念 那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解這個題目 首先來我們看到 在我們電流磁效應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開始就是講電流產生磁場 有電在流動來產生磁場 所以顧名思義要電在流動 所以靜電 注意聽喔 靜電荷周圍是沒有磁場的 所以電流產生磁場的話 同學都知道 我們的電線可以什麼 長直導線 也可以什麼 螺形線圈 我們今天可以用螺形線圈 好 所以關鍵來了 來 在這個地方很多同學在比這個 電流磁場的時候就會產生一種疑惑 等一下老師讓你比較看看 電流產生磁場的長直導線跟線圈 怎麼樣去比它的磁場跟電流方向 好 這是電流產生磁場 另外一種跟這個地方 我們不能講說磁場產生電流 而是什麼 磁場變化 磁場變化來產生這個電流 而這個電流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感應電流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就稱它叫做什麼 電磁感應 所以有感應兩個字產生了電流 就是叫做感應電流 所以這個地方很多同學會亂掉 電流 通電流之後產生磁場 這是在我們的線圈周圍 線圈周圍磁場發生變化 而讓這個線圈產生電流 而這個電流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感應電流 這個叫做電磁感應 而這兩個的原理 你要比較清楚 這個就是用在什麼 電動機 馬達 這個就是什麼 發電機 產生電 這是發電機 那這個地方 同學要記住 這個地方在比的時候 叫做安培右手來判斷方向 那來討論它的磁場大小的時候 叫做安培定則 安培定律 沒有右手 沒有左右那個字 說安培右手定則 有左右就是代表它用來判斷方向 安培定律 它就是來判斷這個感應 這個電流產生的磁場大小 那在這裡呢 在這裡就用冷次定律來判斷方向 用法拉第定律來討論 這個產生的感應電流的大小 這個在老師重點提示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同學要回去複習一下 好 那現在 這個是電流產生磁場 這是磁場變化產生感應電流 那如果今天我們把一個 帶有電流的電線放到磁場裡面去呢 這個叫做電流跟磁場的交互作用 也就是說 它們兩個沒有誰產生誰的作用 而是當我I也存在 B也存在 這時候它們交互作用產生F 老師把它剪成叫做FBI FBI FBI 所以FBI來怎麼記 聽得好 這個我們叫做右手開展 那老師就跟同學教很簡單的記法 B 右手開展 B 它是磁場 磁力線比較多條 磁力線比較多條 所以磁力線就代表我們四隻手指 大拇指只有一條 所以大拇指 I 就是由大拇指來代表 那我們的手掌心 我們的手掌心代表的就是力氣 我們這樣對不對 力氣 力氣 手掌打下去力氣的方向 所以這叫做磁力線 很多條就是磁場方向 一條電流 當我們把一個電流 帶有電流的導線 帶有電流的導線放進來之後 會跟這個磁場產生交互作用 產生最後一個合理 來 老師用這個解釋 比如說 我們現在先不要看這個黃色的磁場 我們看這一個藍色的導線 今天電流進去 在它的右手邊 這個現代表是比的是這個 方培右手 它的右手邊的磁力線是往下 它的左手邊的磁力線是什麼 往上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大家是同方向的 所以這邊的力氣就會比較大 這是反方向這邊力氣就比較小 所以就會產生一個合理往這邊推 所以你看 你就離開喔 比較多條的叫磁場 一條的 因為電流是穿進去的 母子 所以你看你的手掌心是不是 現在手掌心是不是往這邊推 手掌心是往這邊推 所以這裡的受力方向 這邊最後的受力方向 這邊最後的受力方向 這就是F 就是受力方向 因為這裡比較大 這邊比較小 所以這叫做什麼 右手開掌的磁者 右手開掌的磁者用在哪裡 用在電流 把一個帶有電流的導線 放到一個磁場裡面產生交互作用 好嗎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特別分清楚 這三種題目的類型 電流產生磁場 那有長指導線跟螺形線圈 那長指導線 注意 當長指導線在比的時候 如果它是問你整個磁場的樣子 順時針 逆時針 才要轉 其他的都不要轉 怎麼說 因為你轉下去的話 你會暈掉 其實我們磁場的位置 你就要記住 它的位置就有點像在我們數學裡面的切線 來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什麼 順時針的圓 磁力線 那我要問這一點的話 就是在這邊畫切線 問這一點的話就是在這邊畫切線 那切線怎麼畫 所以你記住 老師跟同學講 除了要問你這個整個磁場的順時針逆時 但是題目問你磁場 這時候你才要轉一下 轉一下 其他都不要轉 你看 這個叫做什麼 導線 你就把導線是大拇指 一條的導線大拇指 那你今天你看你的磁針放在哪裡 以這個圖來講 這個磁針是放在這個導線的這一邊 所以放好之後 這個叫磁針的位置 這個叫導線 偏轉90度 就是這個切線 現在老師畫了藍色 這就是他偏轉 磁針偏轉 所以所謂的偏轉 你今天導 老師舉個例子 導線 導線上方放磁針 我電流往上 我電流往上 上面放磁針 上面放磁針 所以四字熟指就擺在這個導線上方 擺好之後轉90度就是它的偏轉方向 你不要再轉下去 你就偏轉 這就要偏轉 因為它是順那一個點的磁場方向 就是切線方向 也就是N級受益的方向 這老師在重點提示 那邊同學再回去複習 那 邏輯線圈呢 邏輯線圈你只要把手貼上去 有兩種貼法 一種不是這樣貼 一種就是這樣貼 就是這樣子跟這樣子而已 聽懂嗎 就是這樣子貼上去跟這樣子貼上去 比如說以這個來 這是正極 電流是往這邊 所以它的電流是往看得到的 看往眼睛看得到的這邊電線 所以你這個就是很多條的 這時候變成相反的 這邊變成電線你看到很多條 所以你四字就是照著箭頭 你的拇指 你的指甲長的方向就貼上去 你的大拇指自然伸直 所以這裡就變成N級 貼上去 你就手掌 手掌就兩種 一種是這樣貼 一種就是這樣貼 這樣貼跟這樣貼而已 因為它的電流不是往下就往上 往上就這樣貼 往下就這樣貼 因為N級不是在這邊就在這邊 所以你就不必握著在那邊轉 拚命轉 不需要拚命轉 你只要看它的箭頭往哪裡 就貼上去 以這個題目我們就這樣往下貼 四肢手指 有沒有 四肢手指 四肢手指 因為現在老師的方向是這樣 你只要這樣貼上去就這樣貼上去 這樣貼上去大拇指自動伸直 如果往上的話就這樣貼上去 就是這樣子跟這樣子兩個方向貼 所以螺形線圈你不需要握著它拚命轉 剩下的就是什麼 這是從正面看 剩下的就是往這邊看 往側面看的話就兩個英文字母 往側面看如果你的電流是順時針 這一邊就是S級 如果你看的是逆時針 這邊就是N級 你就是我們現在是一支分平 我們剛剛是從這邊看 現在我們是從這邊看 如果我們是從這邊看過去的話 看到的線圈它是順時針的話 這邊眼睛靠近我們的就是S級 那如果我們這樣看過去是逆時針方向的電流 那靠近我們眼睛這邊的就是N級 就是大概就是這兩種而已 因為我們看螺形線圈 我們的角度是一個往這邊 一個是往這邊 就是兩種角度 你把它搞清楚來 等一下老師做另一集的時候你就很清楚 那這一種 這一種呢 冷次定律是什麼 冷次定律的最大精神還記得嗎 我要產生一個磁場來對抗你磁場 就是跟你做對 你N要靠近我就不讓你靠近 你N要離開我就不讓你離開 對不對 人家要走不讓人家走 人家要靠近也不讓人家靠近 就很奇怪 對不對 好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像現在這個地方你就很清楚了 你看喔 因為其實這個還是必須要靠什麼 安培右手 這是N級嗎 如果像我們在N級靠近 N級靠近我們這邊產生N 那現在就反過來了 就變成大拇指先知道 大拇指一定要貼在N這裡 你的指甲要貼在N這裡 那你四肢手指自動就會張開來就往下 所以往下的話你這邊看到的 眼睛朝我們這邊的電流都是往下 所以這裡電流就往這邊進去 電流往這邊進去 注意電流 這個指針是電子的方向 電流往這邊 電子是往這邊撞過來的 電子是往這邊撞過來的 所以指針 這個指針就會往這邊偏 等一下我們會有很多這樣的例題 你要靠近我就產生一個N 你要離開我就產生一個S班吸回來 就是跟你原來產生的磁場怎麼 對抗 磁場變化對抗 磁場再增加我就讓你減少 磁場你再減少 我再讓你增加 這是三個電流磁效應很重要的三個基本概念 等一下從立體裡面老師會跟你很清楚的告訴你 它是屬於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這樣子你才能夠了解 進考場可以馬上知道 這是電流產生磁場的 這是磁場變化產生電流的 這是電流跟磁場交互作用的 這樣子你寫題目才不會寫錯 好 接下來老師來會同學做立體的演練 同學我們看到立體第一題 他說 甲乙餅三根相同的軟鐵棒 分別我含到不同圈數的線圈 小心喔 這就是什麼 線圈 螺形線圈 紮的月命 注意聽喔 所謂的月命就是單位長度的紮數 就是每公分單位長度的紮數 不是看你總紮數喔 不是看總分 我們看的是平均分數 我今天洪老師考了十次的平時考 對不對 總分五百分 對不對 那你只考一次 總分一百分 當然你總分比我低 可是我平均起來 我很低啊 所以我們看的是平均 就是單位長度的紮數 同樣的長度裡面誰紮得比較膩 好 所以看著 根據這樣子的圖形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請問 連接不同的電壓 哪一個代表磁場強度的大小 甲乙丙的比較 來 首先你先看一下 甲乙兩個同樣是一個電池 可是乙扎的比較密 有沒有看到 乙扎的比較密 比較多圈 你算一算嘛 乙算出來比較多圈嘛 所以乙大為甲 那乙丙是扎的一樣多 可是 注意喔 丙的電壓是乙的兩倍 所以電流 電流比較強 磁場就比較強 好 所以丙大於乙大於甲 丙大於乙大於甲 所以第一題 答案選C 好 第二題 阿明有一個磁浮玩具 其原理是利用電磁鐵產生的磁性池 具有磁性的環擾穩定的漂浮起來 好 構造如右所示 如果途中的電源電壓固定 可變電流器是可以隨意改變的 請問 來 你知道 電流磁效物 電流磁效物 我們要固定一個磁場的話 固定一個磁場的話 你要通直流電 所以這個一定要是直流電 所以A錯 一定要是直流電 好 那今天你要排斥 注意 同學你看到圖形來 你要排斥代表上面要產生N級 好 上面產生N級 老師有教過你了 產生N級大拇指是在上面 四肢手指伸直來 有沒有 貼上去 你有沒有 老師現在圖形上畫的 是不是箭頭 紅色的箭頭跟老師四肢手指的箭頭方向是不是 所以 OK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知道什麼 電流就是從A流出來 從A流出來 好 那我們就知道了 A就要接什麼 正極 這樣會嗎 因為上面要N級才會排斥 就是老師跟妳講 用貼的 這不要在那邊轉 你四肢電流的方向 因為你上面是N嘛 大拇指先比N 然後四肢手指伸出去 就是電流方向 我們看得到的這一邊 好 所以A應該是正極 好 如果增加圈數 可以 增加圈數可以增加磁場 增加更大的排斥力 所以可以爬 讓它漂浮得更高 沒錯 所以第二題答案選C 其實第二題跟第一題有一點像 像什麼 螺形線圈 你本身磁場要強的話 單位長度的炸數就要炸得越密 好 如果電阻變大 電流就變小 電流變小的話 它越不容易浮起來 因為磁力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正確的 所以第一題跟第二題 前半部分是有一點一樣的 考什麼 安培定力 安培定力是在判斷電流產生的磁場大小 最主要的 來 三個 老師跟同學複習一下 電壓要強 電壓要強 就是電流要大 第二個 單位長度的炸數要密 每公分要炸得密密麻麻 越密越好 第三個 中間要放軟鐵棒 軟鐵棒就是我們講的一般鐵釘 如果放一根放兩根 鐵釘放得多 磁力線比較集中 磁場會比較強 這三個主要因素 注意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題 第三題有一個粗導線環繞成圓形的線圈 連接電池成 好 現在是這個圖 好 這個圖同學看著 這是正極 所以電流是從這邊流出來 從這邊流出來 從這邊流過來 看清楚 他說現在加以兩個磁場在加以兩個方向 來 加以兩個 甲是在裡面 乙是在外面 所以來 我們現在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是順時針 順時針 老師說 剛剛有講過順時針眼睛這樣看過去 順時針的話 所以我們這邊是S 這邊是S 這相當於一塊磁鐵 這個我們就把它看成一塊磁鐵 這邊是S 眼睛離我們比較近的是S 另外一邊就是N 那你要知道磁鐵內部的磁力線 磁鐵內部的磁力線是不是 來 我們假設這樣子 老師這樣 畫一個磁鐵在這邊 磁鐵內部 這邊是N 這邊是S 磁鐵內部的磁力線 是不是內部喔 內部喔 是不是這樣子過去 出去之後 繞過來 繞過來 然後再從這邊怎樣 繞進去 所以注意 這是內 甲是內 乙是外 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看成一塊磁鐵 看成一塊什麼樣的磁鐵 來 老師這樣簡單的畫 看成一塊這樣磁鐵 這邊是N 這邊是S 級 那甲是在裡面 所以這裡的磁力線就是這樣出去 然後這樣子繞回來 這樣看懂嗎 這樣繞回來 所以乙在這邊 所以乙的磁力線是往這邊 甲的磁力線是往這邊 所以甲的磁力線是往右 以這個磁力線是往左 知道嗎 就把這個圈圈當成一塊磁鐵 而且這邊是N 級 這邊是S 級 因為我們這邊是順時針的 所以靠眼睛這邊的是S 級 靠我們比較近這邊的S 級 你要會這樣子 所以這個答案 甲向右 乙向左 所以答案第三題選C 答案選C 很多同學進去考慮場 你要知道一圈也是圈 兩圈也是圈 既然是一個圈圈 我們就知道圈圈的時候 四肢手指變電流 大胸指變磁場 知道嗎 好 一圈也是圈 好 第四題 包括一個鐵錠放在兩支條形的磁鐵附近 A跟B分別是2 A、V、C、B分別是磁級 好 現在磁力線 磁力線你要知道N出來S 所以這裡一定是S 兩邊都是S 所以這邊當然就是N了 因為磁鐵的N、S一定同時存在 沒有一塊磁鐵是全部S的 也沒有一塊磁鐵全部都是N的 所以他請問 好 底下請問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這是A 他說物理A、B、C、D 這是A、這是B、這是C、這是D 好 所以A、A是N級、C是N級錯 所以A錯 B是N級錯、A是S級錯、B是S、D是N 所以正確答案選第四個 這個很基本 因為它的磁力線告訴我們它是什麼磁器 這樣就好了 好 底下 第五題 第五題在一個螺形線圈中放入軟鐵棒 好 按下S 通電流之後 好 吸引在繩上自由垂下的小鐵球 使它的偏離角度為矽打角 哪一個沒有辦法使矽打變大 要讓矽打變大就是代表磁力要變強 老師剛剛講過磁力要變強 跟第一題、第二題一樣 螺形線圈想要讓它磁力變強 一 它說讓通電的更靠近一點 可以 因為磁力是什麼 超距離 距離越近 磁力會越強 磁力 外優引力、靜電力都是超距離 所以距離近 可以 也可以 將現有的兩個磁鐵正負極反過來 同時反向 就是原來正變負 原來正負距離也沒有變 你只是N級變S級而已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增加矽打的角度 只是原來是N級 現在變S級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使矽打變大的 沒有辦法使矽打變大的第五題答案選V 我們看C 紮更兩個串連 串連更多的電池當然可以 紮得更密 對不對 這都是什麼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講的 跟剛剛的第一題、第二題很像 你看93年、92年、95年都在考這個基本觀念 有沒有 這裡都一定要懂 好啦 再來 如圖在一個光滑水平中 明亮向回溫針放在線圈的右邊 好 若通以電流 則線圈會怎麼樣 注意 因為我們的鐵釘 我們的回溫針沒有N級、S級 不管是N、S都會吸引回溫針 吸引電源 所以變成電池點 就會吸引回溫針 答案就選A 這時候就被吸過去 所以第六題答案就選A 這是很基本的 好 第七題 下面哪一種情況可以觀察到磁針的偏轉 就是受到 就是有磁場 就是問你底下 底下哪一個會有磁場 好 沒有電流的銅線 銅線 銅是會 注意聽喔 銅是導電 銅不會被磁鐵吸引 銅不是磁性物質 所以它不會周圍有磁場來干擾磁針 所以A不會 一個沒有接導線的電池靠近磁針 因為沒有接導線沒有電流 銅有直流電的導線 長直導線周圍會有磁場 就會干擾磁針 所以答案選C 可以觀察到磁針偏轉 答案選C 這在考慮什麼 長直導線周圍會有磁場 好 第八題 如右圖 長直導線垂直通過水平放置的紙板 好 紙板上ABCD 當我電流 電流逐漸加大的時候 哪一個會幾乎偏向東方 好 我們找東方 來 同學看到圖形 老師教你怎麼樣找 怎麼樣做這個切線的感覺 來 我們先比A 看著圖形 來 老師電流 那現在A是不是在這裡 A 注意 現在A點是北方 所以 來 放進去 一偏轉 剛好 剛好偏轉 A偏轉前面 老師現在這邊前面是北方 那老師右手邊就是東方 所以這一偏轉 A就是偏廣 東邊 真好 剛好第一個就是答案 所以第八題答案選A 好 你看 B呢 來 老師比給你看 B的話 這是長直導線 老師道姆子長直導線 B剛好在這個導線的這一邊 東邊 東邊偏轉之後是什麼 偏南邊 所以B不然不偏轉 不然就是偏南邊 懂喔 來 C呢 來 看囉 C怎麼比來 老師這樣手不要 你手要稍微改變 不要扭到手了 你現在變成長直導線在這邊 C C在什麼 這個導線的南邊 所以C在這裡 這個叫做導線的位置 四肢所指導線的位置 磁針的位置 這是導線 大拇指導線 這是磁針 好 就另外 看如一偏 有沒有 這一直 老師這樣偏 剛好是老師箭頭畫的位置 那就是磁針偏轉的位置 所以C是偏C C 這個磁針的位置是偏C邊 那D呢 來 看 這是導線 磁針的位置 現在磁針在這個導線的C邊 好 就定位 這個叫就定位 偏轉 所以C 所以D D是指向北方 它不是沒有磁場 是剛好導線的磁場跟地球磁場同方向 所以D幾乎不偏轉 因為它的磁場方向 電流磁場方向跟地球磁場方向相同 所以第七 第八題 第八題只有A是偏東 A是偏東 好 第九題 第九題 他說貨櫃廠廢 廢汽車廠 需要強力電磁鐵來調貨櫃廢汽車 下列何種 沒有辦法增加電磁鐵的磁力 又是考增加電磁鐵 要有增加就增加電磁 扎速扎密一點 增加電壓 注意 增加電阻剛好相反 增加電阻的話 電阻變大 電流會變小 反而磁力會變小 所以第四個是減少磁場 好 第十一題 來 第十一題同學看一下 老師現在看圖形 老師把箭頭 因為正極流出來 正極流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甲乙 左邊這一個來 電流往下 我們現在面對我們的電流往下 所以直過去 直過去 所以這個老師現在講的 這個圖形上 老師標出來了 所以N極 左邊的這個線圈 N極是在它的右邊 N極在它的右邊 另外一個來 所以大家看了 這就是一塊磁鐵 這邊N極在右邊 所以這個乙在這裡 甲在這裡 好 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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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來比比看 另外一個來 從正極流出來 正極流出來 因為電流它的電線 它的電線 它的電線本身是電流是往前 所以這樣子 所以它的N極也是在這邊 N極也是在這邊 好 所以乙受到兩個N極的話 所以乙幾乎不偏準 乙幾乎不偏準 那因為這邊是S 所以甲的N極會被它吸引過來 甲的被吸引過來 所以甲的N極會向東 沒錯 所以第一個就對了 低音的就對了 乙不偏準 是因為它們兩個N 那丙呢 丙的N極會偏向C 因為這邊是S 所以丙在這裡的話 它會被S吸引的話 丙的N極會偏向C 老師剛剛用圖形 我就說 螺形線圈不要轉 你看左邊的 老師在比一次左邊的是展成這樣子 電流往下 N極在這邊 右邊的 右邊的它電流是往上 電流是往上 N極在這邊 就這樣子 就這樣貼 它們好兩個都有一個這樣貼 所以螺形線圈就這樣貼就可以貼出答案了 所以答案第四題選A 甲會偏東 乙不偏轉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11題 好 同學 我們看到第11題來 它說在一支大飾管內抓了約9分滿的鐵粉 再將鐵粉磁化 它可以吸住回紋針 再將飾管大力搖晃後 就沒有辦法吸引回紋針了 此實驗敘述 鐵粉是屬於軟磁鐵 軟磁鐵叫做暫時磁鐵 它被磁感應之後 它暫時會有磁性 可是磁鐵一離開它就有 所以A是對的 鐵粉容易磁化 也容易消去磁性 沒錯 搖晃跟敲擊容易使磁鐵的磁性消失 沒錯 注意 還有加熱 加熱 敲擊 搖晃會讓磁性容易消失 所以ABC都對 所以答案第11題選第4個 它說 以鐵粉製成的磁鐵四周沒有磁力線 有 有磁力線 我們磁場的大小就是用磁力線的分布來解釋的 好 所以錯誤的選第4個 好 12題 好 又是這個圖形 它說 來 開始喔 他說 接通之後 來 一樣 老師再教一次 電流 你看圖形 老師幫你紅色畫出來的 紅色畫出來 你就四字手指電流 大拇指自動伸直 所以現在這個甲的N級是在它的右邊 不要上去 老師一定要教你 你進考長就很簡單 就貼嘛 貼上去 N級在這邊 好 N級在這邊 所以D是N級 D是N級 N級所以磁力線 注意聽 磁力線是從N級出來 因為現在D這個地方是N級了 這個是N級 所以磁力線一定從這邊出發 那磁力線這邊就S級 所以這個地方 他問C 所以D的磁力線 D的磁力線是向右 C的磁力線也是向右 所以他問你說 請問C點的磁力線向右 第一個就對了 好 減流計 來 我們看減流計 接通一段時間 B不用比 因為他是接通一段時間 接通一段時間 電流穩定 沒有磁場變化 就沒有感應電流 沒有電流變化 沒有磁場變化 就沒有感應電流 所以G 他說偏左錯 沒有偏轉 好 切斷瞬間才有偏轉 剛好VC寫反 這個題目很好 他不是要你比 VC寫反 是切斷或打開的瞬間會有偏轉 好 所以VC都錯 切斷之後 切斷後 切斷就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的話 CD就沒有磁場 所以VC D都錯 只有A是對的 好 這題滿好心的 老師出題目簡直就是在送分 他非常好心 老師跟你講 你這個螺形線圈 你這樣教會 你要學會貼 貼 貼 怎麼貼 這樣子就OK了 老師用圖形再加上老師筆的手字 你就知道 很清楚了 好 第13題 有一種手電筒只需要使用前搖曳搖 使磁鐵穿過線圈 在兩個塑膠墊片間來為運動就能夠發電 這就是我們講的什麼 磁場變化產生感應電流 好 所以這是解釋 這就是什麼 電磁感應 這就是電磁感應 所以搖晃手電筒發電過程是 磁鐵的動能直接轉成光能不對 動能直接變光能不對 搖晃的時候是指產生感應電流 磁力 磁場變化產生感應電流 所以是三題答案選V 這一個叫做什麼 電磁感應 同學寫一下 這叫電磁感應 產生感應電流 七 在來搖晃發電過程中產生的是磁流電 沒有 這個沒有特殊的裝置 所以這搖晃的過程是交流電 NSNS 靠近遠離 所以產生的是交流電 發電的過程中產生 是運用電流產生磁場 錯 是磁場變化產生電流 是磁場變化產生電流 這叫做電磁感應 同學多寫一下 寫清楚來 所以正確的只有V 太陽輻射中還有會傷害生物的帶電粒子 但我們確認安然生活在地球上 並可在南北兩極性到美麗的極光 這種力量把這個帶電粒子吸進去的 最主要是什麼 地球的磁場 地球南北極 因為我們地球 你要記住一下 地球的磁力線你一定要記住 地球的磁力線一定是這個要背起來 而且要有一個概念 因為這個是我們身為國中生 要學自然科學一定要有的常識 我們的磁力線是由底下出來 然後注意 所以我們地球上空的磁力線一定是由南到北 磁力線是由南到北 以這個切線方向的話是由南到北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是S級 所以我們一定是N級會被它吸引 地球內部的磁場你一定要記住 地球內部的磁場 地球內部的磁場 在我們的磁北極這邊是S 這個圖形同學一定要記好 然後你要記住這個結論 地球上空的磁力線一定是由南向北 這很重要的觀念 一定要記好 好 所以這是地球磁場把它吸引過來的 答案選A 再來我們看第十五題 第十五題 將一個磁針 先後水平放置距離一條牽 牽直長導線南方10公分 好 南方10公分 好 南方10公分 來 又來了 看A跟B 請問A因為距離比較近 所以偏轉角度比較大 A就對了 為什麼 來 注意同學老師要跟你提醒一下 長直導線的周圍磁場跟距離 跟距離 沒有平方 沒有平方 這個平方要打差 跟距離乘反比 同學一定要記好 來 什麼時候才有平方 我們國中所學到的三個超距離 磁鐵跟磁鐵之間 外有引力 地球跟月球 物質跟物質之間 還有靜電力 正電荷 負電荷 QQR平方 有沒有 庫倫定律 這個才有平方 長直導線周圍的磁場是跟距離乘反比 這要注意 不要被這兩個平方給弄亂掉 所以跟距離乘反比 A越近代表磁場越強 所以A的偏轉越大 所以答案選A 答案選A OK 很簡單 這是考慮長直導線周圍的磁場 7 您能做電磁感應的實驗 將磁棒以V的速度平移插入 向左插入線圈裡面 好 瞬間產生偏轉 哪一個不能夠讓它產生更大的電流 要產生更大的電流 磁場變化要更大 速率不變 增加圈速可以 單位長度的砸速 砸得越密 可以 這時候感應電流會越大 OK 所以A可以 A可以直 在線圈不變下 平移向左速度增加為2B 速度增加2倍 那磁場變化當然就會變大 磁場變大 感應電流就變大 所以AB都可以 好 現在變成磁棒不動 線圈以V的速度 一樣 老實跟你講 它意思就是說 我原來這個線圈不動 我這樣靠近 我現在變成它不到 變成這樣靠近 其實它改變的速率是一樣的 所以改變的速率一樣 產生的感應電流一樣 沒有增大的效果 所以第三個沒有增大的效果 16體答案選C 它是問你哪一個不會產生更大 C 沒有增大的效果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 兩邊同時動呢 那相對速度就會變2倍 所以感應電流就會變大 好 所以這個題目 不能增大感應電流的時候選C 好 選C 好 再來又是這個長子導線了 來 長子導線 現在看圖形 老師要特別要同學注意的就是 老師在怎麼比持針 他說現在有一個長子導線穿過水平的後持板 導線北方甲 北方甲 來 現在 老師現在你看到老師右手邊是 所以電流甲現在在這個地方 北方 所以在這北方來 現在這個是大拇指 是電流 持正位置偏短 來看老師圖形上圖紅色的箭頭 就是老師四肢手指偏短90度 這叫切線 瞬間切線的方向 所以甲會偏東 甲會偏東 往東邊偏 如果我們一看的話 從北方偏東 北偏東 北偏東 其實就是順時針 就是這個詞針會順時針 順時中順時針 就是從北邊偏東邊 從北邊偏東邊是順時針 可以寫順時針轉 或者是北偏東 所以這個圖從北偏東的答案只有C 17題答案選C 這個長子導線周圍的磁場 一定要很熟練 好 再來列C題 你看第18題 他說電阻R來電阻R 串連固定電壓為V的電池 電路裝置如有圖 看到圖形 加一兩個磁針在導線底下 來 丙釘放在上面 好 現在開始按下去 請問哪些會偏轉 來 我們一個一個比 一個一個比 來 甲 我們看看電流是這樣穿出去 來 電流對甲來講 來 你看老師的圖形 老師比到哪裡 老師就畫哪一個 來 甲 甲是這樣子 所以甲的話它是在導線下方 所以你四隻手指要轉到底下來 四隻手指在 所以這才是甲 來 這是導線 這是甲在下方 然後偏轉 所以甲會偏轉 而且甲會偏什麼 偏東 所以甲會偏東 好 甲偏東 OK 所以甲會偏東 沒問題 再來 乙 乙的電流 來看圖形 來 乙的電流 以我們現在的甲義上面來看 乙 來喔 我們現在這個前面是北方 我們電流 乙的電流是這樣子 我們拿口券上 乙的電流 乙是在下方 所以乙是偏北 乙在導線 因為它有跟講 甲乙在導線下方 所以乙是偏北 偏北的意思就是說 它電流產生的磁場跟地球磁場一樣 所以 因為 不是沒有磁場 是因為電流產生的磁場跟地球磁場一樣 所以它是什麼 不偏轉 好 來 你看餅 你看圖形 餅是這樣子留回來 留回來的話 來 電流 它是這樣留回來 餅在上面 電流 老師這樣磁場這樣看 餅是這樣子 餅在上面 所以偏轉 所以它會從偏什麼 偏西方 餅會偏西方 所以你注意聽 你一定要小心的就是你要先確定位置 這個是導線 這是上方 這是在上方 這樣子在下方 分清楚來 好 我們看丁 丁的話 它是在上方 所以電流是這樣 丁一偏轉 結果也是偏北方 因為丁電流剛好跟乙 跟乙一樣 它電流的磁場跟地球磁場一樣 所以乙丁不偏轉 甲乙會偏轉 所以會偏轉的18理答案選C 答案選C 所以這題目會偏轉的只有甲跟乙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切線的感覺 切線的感覺 同學要特別小心 好 以下第十九題 第十九題畫磁力線 畫磁力線 所以來 這個題目你只要把磁力線畫好就好了 把磁力線畫出來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這個題目不難 它只是在告訴你磁鐵的磁力線 Ns 所以外部 磁力線是封閉的 它沒有起點終點 它是封閉的 你記住 它是封閉的 在外部是N到S 裡面是S到N 而且任何磁力線不會有焦點 磁力線在立 兩條磁力線永不相交 它雖然不是磁線 它是曲線 是封閉的曲線 可是任何的磁力線都不會有焦點 所以甲的位置 甲的磁針應該是往這邊 丙的磁針N級應該是往這邊 磁力線箭頭就是N 這個N就是N 乙的N應該是在這邊 然後這個地方出來 N出來 所以丙的 丙是這樣子出來 看清楚 所以丙的N在這裡 所以箭頭指的位置就是N的位置 箭頭指哪裡 N就在哪裡 箭頭指這邊 N就在這邊 所以他問你 哪一個指針偏轉是對的 來 黑色的 來 乙 黑色要朝這邊 乙的黑色朝這邊 所以乙是對的 甲錯了 甲的黑色要朝左邊 柄的黑色也要朝左邊 丁的黑色要朝 丁 丁的黑色 丁不是丁 這裡都要朝左邊 甲 丁都要朝左邊 丁要朝右邊 所以唯一正確的答案選底 所以是給你答案選B 答案選B 這是在考磁力線 來注意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 照顧它的切線方向就是N級的方向 它的箭頭指哪裡 N就是指哪裡 就是N級受力的方向 這是磁力線基本的定義 同學要搞清楚 來 好 底下第二次題 也是考得很基本的題目 考你什麼 磁力線 這三塊磁鐵 這三塊磁鐵 這裡的磁力線有相連結 這代表什麼 相吸 那這裡是排斥 這裡磁力線 這裡是磁力線 是兩邊的 所以如果鐵粉撒下去 這邊是空空的 這邊有鐵粉 好 所以它就開始問這個 來 又是這個 來 同學 同學來看一下 它的N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關鍵就在這裡 來 來 右手借老師來 來 看圖形 看圖形 老師在上面圖形畫出箭頭了 箭頭四隻手指貼上去 大拇指伸直 所以N在這裡 所以會被N吸引的這邊一定是S 會被S排斥的這裡一定是S 所以寫答案了 這裡你只要中間比對就對了 所以這個分別是SNSS SNSS 所以二詞題 答案我們要選第四個 答案選第四個 好 從以上基測考過的題目你會發現 基本學習線考的是大概念 它考的並不難 所以你要很熟悉的 長指導線 邏形線圈到底怎麼比 那最近這幾年可能要注意 右手開展定則 還有忍次定義怎麼比 好 這就是老師對於基測考古題的一個介紹